雖然說我今天本來要出單 然後就忘了 完全忘了 所以我 我明天會打電話去問 哈哈哈哈 如果 如果還在一起 像剛剛說我們就會 喔 可能就會 吵架了 當 退到朋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沒關係 因為不是我的心 對啊 不用提醒我 不用去 告訴我對不對 對 操這個心 不用去 搞操環 像老媽子一樣 這樣一直碎唸 我這樣唸你也會不舒服 對 所以我們這樣就好 對 所以雞翅的部分就是 阿伯也是 媽媽的 那個 流程都熟悉了 雖然說我今天本來要出單 然後就忘了 完全忘了 所以我 所以我 我明天會打電話去問 哈哈哈 如果 如果還在一起 像剛剛說我們就會 喔 可能就會 吵架了 現在沒有吵 就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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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奇怪喔 對 就是 情侶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為了一些 旁人看起來覺得 沒必要吵的事而吵 但是因為我們是在意的 對 所以自己彼此都很在意 因為 認為 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就會在意 對 可是當 對到朋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沒關係 因為不是我的心 對阿 不用提醒我 不用去告訴我 對 操這個心 不用去搞操環 像老媽子一樣 要一直碎唸 我這樣唸你也會不舒服 對 對 所以我們這樣就好 對 就是你好好做 然後我也好好工作 我們 互相加油 就好 然後就不要去做多的那種 對 好像是尊重 是不是我們還沒學會尊重這個課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歷一下 嗯 那這次決定 嗯 你有認真想過 有 你有認真想過 因為 我不希望到時候連朋友都做不了 嗯 就是如果我們再繼續 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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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 朋友可能連朋友都當回來了 我不希望這樣 對 對 其實 對 我們很熟 嗯 我在你身上能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對 真的很感謝你 我很感謝你 其實我很謝謝你就是 就是 在這個疫情開始的時候 然後 在我 抵草的時候 陪著我 就是 你也教會我很多東西 你也幫了我很多忙 我真心很感謝你 真的對 我不想像你 我心裡 你就當時 你也不想像你 都用你 我手機 就是因為在 個性上的差異 然後 我們也 一直很 我們在磨合 或許現在這樣的選擇對我們一直都是好的 我們的關係是 再轉變 那已經大概一個多月了 因為是一個月我們第一次這樣坐下來吃飯 我是覺得說 像第一次冷靜之後再去看對方是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 就稍微放鬆一點這樣子 對對方的感謝是沒有必 還有我來切片片 很長一段時間 配飯會找對方 用心的付出 其實我很少 我很用心的付出 然後 分手不是一種否定對方 而是眼看著大概這個狀態好像已經 再不補救會不行 可是實在找不到補救的方法 所以只好先站 就是先拉開一下 然後會這麼決定是 我們覺得接下來好像轉變這樣子 雙方也會獲得成長 就是不要去傷害對方 分手不行 不要去傷害對方 太光了 也許快 你有在討論 都不相信 有什麼 我沒有想到 按丁